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党支门外 将军和颜月色约 小同志 我有事找你们领导 上我进去吧 哨兵横枪党支 约 不行 这有规定 等会儿给你通报一声 哨兵进去请示 将军则蹲于门口等待 直至哨兵回复 方进 某日 将军着便逐至301医院探视其夫人储清 因不到探视时间 医务人员组织 将军及怀抱一往都评过 坐病房大楼外台阶上 安详等待 探视时间到 方进 徐海东大将没有官与1934年9月 中央派程子华由江西至大别山乐玉碗 根据地工作 徐海东将军主动建议程子华任军长 如换先任政委 自己改任副军长 人称老军长 徐海东将军自卫约 我这个人打仗有饮 走路有饮 喝酒也有饮 秀是没有官业 王树生大将三让建房地址文革之初 上级考虑王树生将军住宅陈旧侠宅 决定另选地皮建新房 出选西城城边某古庙 林沪城河 将军门该庙 魏某自治区驱逐北京办事处 约 设有为我党民族政策 麻烦再选一处 次选一处独门四可远 将军门该处为民主党派办公处 一摇头否决 规划人员解释约 早被红卫兵赶跑了 将军打 那是胡闹 早晚的请他们回来 第三处位于渔温含附近 你千农设物而见之 将军怒约 凭什么碾人家老百姓 我在这盖房 人家就不能在这里住 设房子我不盖 王镇上将反对为其母舰 王家大院1952年10月 王镇将军弟弟志涵将军 所自为其母舰移动王家大院 将军回韩约 弟弟 妈妈回家去住 我负责弃两间房子 也不能靠我占便宜 更不能靠我耍一疯 我是新疆人民的勤务员 要拿钱回家弃王家大院 新疆人民要都争我 家乡父老要骂我 一定要我拿钱 我写信给农会 发动大家都争民 把分得的田地种好 按照政府的规定缴纳农业税 死富病量 建国后某日 王镇将军回乡 文习帝王与美家鸭子常吃对立骨子 无人敢管 将军急招生产队领导 专门开会解决鸭子问题 会上 王镇将军对在场的现任五部干部胡适中命令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王镇上将命令中的同志 跑步遭王与美家捉鸭子 全部交给供销社 王健安上将最痛恨前呼后拥 王健安将军下部队轻车解同 痛恨前呼后拥 迎来送往 1977年初夏 王健安将军至厦门某军视察 建军施领导需车日陪同前往 不约 问 你们来干什么 打 给首长带带路 将军问 怕我丢了不成 回约 想跟首长学习学习 将军怒约 你们去 我就不去了 军施领导能耐而退 唐亮上将要求取消中委 候补中委提名唐亮将军1926年参加赤卫队 然填写履历 揭书1930年8月参加革命 以参加红军之日算起 有人告知 应同参加赤卫队算起 相差四年可就差了一个时代 将军笑约 够了 够了 1956年9月 唐亮将军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 并提名中委 候补中委 将军闻之深感不安 上书中央要求取消提名 一时传为美谈 1959年秋 某日 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唐亮将军 于军区礼堂做报告 亲众为军区直属队新提拔干部 将军曰 你们是新提拔的干部 是党的干部 我要求你们起码做到四条 一不贪污 二不浮华 三不抗上 四不压下 其实 台下鸭雀无声 数十年后 人们仍记忆有心 来源 中国组织人士报 以史未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